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 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 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在理想国中百拉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 哲学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 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 而在这个同一个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前几章已经告诉我们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 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 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 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 但是由于有高度的绝解他所做的事 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 换句话说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 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 禅宗 有人说觉自乃万妙之源 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 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 并必将让未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 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 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行上学的方法论 在《心之言》一书中我认为行上学有两种方法 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 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 则是不说他 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他的性质和某些方面 这些方面实证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 前面第二章 我表示赞同诺斯罗普教授说的西方哲学 以他所谓假设的概念 未出发点 中国哲学以他所谓直觉的概念 未出发点 其结果正的方法很自然的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 负的方法很自然的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 到加油其是如此 他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混沌的全体 在老子、庄子里并没有说到 实际上是什么却只说了他不是什么 但是若知道了他不是什么也就明白了一些他是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佛家又加强了道家的父的方法 道家与佛家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学我宁愿叫做静默的哲学 谁若了解和认读了静默的意义推就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说是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父的方法 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及本体 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 因而就不能对于他说什么 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行上学只讲知识论 但是在习惯于父的方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 所以不应该对于他说什么 这是理所当然的 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 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 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他有所知 关于这一点康德做了许多工作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他在方法论上使正的还是富的 无一步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 富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 但是甚至在百拉图亚利士多德斯宾诺沙纳理政的方法是用得极好了 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性质 哲学家或在理想国里看出善的理念 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行上学里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 并且自身与之同一或在伦理学里看出自己 从永恒的观点看万物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爱 在这些时候除了静默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非多这样的词形容他们的状态 起不更好吗 由此看来正的方法与富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完全的行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忠于富的方法 如果他不忠于富的方法他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 但是如果他不始于正的方法他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 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 无宁说他在清晰思想之外 他不是反对理性的他是超越理性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 事实上对他太忽视了 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 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清晰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 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 但是它的素朴性必须通过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 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 但是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 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副的方法 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禅宗有个故事说 据知和尚凡有结问为举一指 后有童子因外人问 和尚说合法要 童子亦竖起一指 知文遂已认断其指童子豪哭而去 知父赵子童子回首之 却竖其指童子忽然领悟 曹山语录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 他暗示这样的真理在使用腹的方法之前 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 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我未经认为等待了 我余估访 我向舍有余估论 我却看你